第221章,借宿一晚可以吗?小说,最强特种保镖。作者,红酒一杯。DC区这条大街算得上人流密集区,路上出来散步的人还是很不少的。而无疑,这帮小混混绝对成为了路上最吸引眼球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有的路人甚至已经拿出了手机拍照。这几个小混混肯定是要上各大网站微博的新闻头条了。 夜龙也算是间接地让他们火了一把。围绕着DC区这条人流密集的街道裸奔一圈后,闻讯赶到的地方记者也迅速来到现场。而几个小混混哪还有脸见人啊?直接是灰溜溜地跑走了。 教训完几个小混混后,夜龙骑着小黄蜂带着大壮返回到龙妹酒吧。刚回龙妹酒吧,正好碰到了从酒吧楼下走下来的妹姐。妹姐瞧了眼夜龙跟大壮,然后看着大壮。 问道,大壮,你和这骚包去干嘛了?妹姐,我们……。嘿,不说了吗?一起熟悉了一下DC区的地形,保证没干别的事情。 夜龙赶紧接话道,万一再让大壮这说漏了嘴,那妹姐还被整死自己才怪呢。妹姐白了眼夜龙,然后说道,骚包,没问你。 我问大壮呢?大壮你不会撒谎,跟妹姐说说你们干嘛去了?妹姐,俺跟大哥真的是去熟悉DC区了,然后俺饿了,大哥就带着俺吃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才回来。 大壮一脸真诚憋厚地说道。夜龙听到大壮这话,心里乐了乐,看来自己带大壮去泡妹子,还是有效果的。 起码脑袋瓜子灵活了,这大壮撒起荒来,完全没有让人怀疑的想法。 谁让这傻大哥这么憋厚的,细细说起来,貌似这也是优点啊,撒谎很容易让人相信。 这不,妹姐对大壮的话深信不疑。 妹姐看着大壮点了点头,然后嘱托道,大壮,你这人很诚实憋厚,千万不要跟夜龙这骚包学坏了,知道吗? 大壮则是挠了挠脑袋瓜子,憋厚地笑了笑说道, 妹姐,俺知道了,行了,那我先走了。 妹姐说了一声,然后摆了摆手,嘿,妹姐,让哥送你回家吧。 夜龙骚骚地说道,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没事儿别带着大壮干一些不着调的事情,不能把大壮带坏了知道不? 妹姐看着夜龙说道,嘿,放心,大壮这么单纯憋厚,不会学坏的。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那我先走了。 妹姐摆了摆手,然后就离开了酒吧。 妹姐走后,夜龙则很欣赏地拍了拍大壮的肩膀,然后说道,嘿,大壮,可以啊,演得不错。 大壮憋厚地咧嘴笑了笑。 老头说道,俺知道妹姐是大哥的未来老婆,俺自然不能让妹姐知道,不然妹姐就生气了。 嗯,很好,以后干事情别老那么实在。 夜龙赞赏地说道,这大壮是越来越懂事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壮这性格会完全改变。 跟天下第一大骚包在一起,想不变骚性都不可能。 行了,你也休息去吧,哥先回家了。 夜龙对大壮说了一声。 那大哥你慢点,俺先回去了。 大壮点了点头。 随即,夜龙摆了摆手,然后骑着自己的小黄蜂就离开了酒吧。 很快,夜龙就返回到明天小区。 回到小区后,夜龙吹着流氓哨摇晃着手中的钥匙,就上了楼。 到了楼上,一个人影站在自己门前,这把夜龙吓了一跳,走进夜龙才发现,站在门口的是林子涵。 咦? 子涵,站在这里干嘛? 夜龙看着站在门口的林子涵问道。 林子涵看到夜龙后,脸上立刻露出喜悦的笑容,说道, 龙哥,你终于回来了,我都等你一个多小时了。 干嘛站在门口等我啊? 回家等我,或者丢打个电话,也行啊。 夜龙说道,龙哥,我家的要是丢了,而我妈也回老家了,这么晚了,不好找开所师傅,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等你了,本想给你打电话的,但害怕耽误你工作,就没有给你打,一直在这里等你。 林子涵看着夜龙说道, 这样啊,以后有啥事情给我打电话就行,不用顾虑别的,家里进不去,那今晚你。 夜龙看着林子涵试探性地询问道,现在夜龙心里,还是有一丝丝兴奋与期待的,看这节奏, 子涵大美女今晚是要在自己家里睡觉。 如果这样,那幸福真是来得太突然了哟。 林子涵轻轻咬了一下嘴唇,然后低声说道,家里进不去了。 如,如果龙哥不介意的话,我想在你家里借宿一晚,等明天再找开所师傅把门打开。 嘿,这样啊,当然不介意,这本身也是你家吗? 夜龙兴奋地说道,这自己怎么会介意呢? 有美女要求住你家里,傻X才会介意呢? 那谢谢龙哥了。 林子涵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客气啥,龙哥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咱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以后再客气,那龙哥就要生气了哈。 夜龙看着林子涵说道,林子涵微微一笑,露出甜甜的酒窝,点头说道, 嗯,那我不跟龙哥客气了。 嘿,这才对嘛,走吧,进屋吧,让你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 夜龙说着,然后拿出钥匙,把门打开。 夜龙和林子涵一起进门,到了客厅,夜龙给林子涵倒了一杯水。 龙哥,你还没有吃饭吧? 林子涵看着夜龙问道, 嗯,没有吃,你也没吃吧? 要不咱们出去吃点。 夜龙瞧着林子涵问道, 不用了,你家里有啥东西,我做给你吃。 林子涵说道,别的没有,鸡蛋,猪腰羊腰子倒是不熟, 各平时很重要保养。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林子涵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说道,那我给你炒几个小菜,凑合着吃点吧。 嘿,好啊,正好尝尝你的手艺。 夜龙倒是不介意地说道, 嗯,那等一会,我给你炒菜。 林子涵说干就干, 把自己的包包放到沙发上, 然后进了厨房。 真是个好女人幽。 今晚子涵大美女留在自己家中过夜, 不知道会不会和她发生点什么, 让人脸红的事情呢? 夜龙看着林子涵曼妙迷人的身材, 不仅骚骚一笑, 暗道一声。 本章完。 第二百二十二章 子涵要干嘛? 小说,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红酒一杯。 林子涵下厨倒是很快地炒了几个以各种妖子为主题的小菜, 夜龙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 又好吃又营养。 龙哥,怎么样? 好吃吗? 坐在餐桌前, 林子涵看着夜龙问道。 夜龙一边吃, 一边竖起了大拇指, 说道,嗯,好吃,美味啊。 那就好, 我还担心不符合龙哥的胃口呢。 等有时间, 我多买些菜给龙哥坐着吃, 你平时又不做菜, 家里炒菜的调料太少了。 林子涵说道, 夜龙骚骚一笑, 说道, 子涵, 你这么知书达理, 搞得我都想娶你做老婆了。 那样以后就可以天天能吃到你炒的菜了。 林子涵听到夜龙这挑逗的话, 小脸一红, 轻轻咬了一下嘴唇,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龙哥, 你就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嘿, 好吧, 来, 吃饭。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随即两人一起说说笑笑地就吃了起来, 饭菜虽然简单, 但夜龙吃得很开心, 因为这是林子涵大美女亲手下厨做的, 不开心才怪呢。 现在夜龙不禁想到, 自己的景花妹子, 啥时候, 也能这么知书达理地, 给自己做饭吃呢? 要想让景花妹子做好这一步, 还需要自己尽力去征服她。 女人只要被征服, 那才会摆一摆顺, 尤其是像景花妹子这种类型, 一旦征服, 那就是各种享福啊。 吃完饭后, 林子涵收拾了一下饭桌, 然后两人就坐在沙发上, 一起看电视聊天。 这一聊, 就聊到了十点多钟。 而现在似乎面临一个问题, 林子涵到底睡哪里呢? 是跟自己一起睡, 还是睡自己的房间呢? 虽然自己是两室一厅的房子, 但除了自己住的那一间, 另外一间堆满了杂物, 肯定是不能住人。 龙哥, 今晚上我睡沙发就行。 林子涵对夜龙轻声说道, 嘿, 那不行, 哥怎么让你, 一个女生睡沙发呢? 你去我房间睡吧。 夜龙笑了笑, 对林子涵说道, 那, 那龙哥你呢? 林子涵看着夜龙问道, 嘿, 当然是跟你一起睡了。 那么大的床, 睡两个人, 完全无压力。 夜龙骚骚地说道, 啊, 林子涵小脸一红, 然后红着脸, 低头轻声说道, 龙哥, 那还是我睡沙发, 你睡床上就行。 夜龙看着林子涵, 笑了笑, 说道, 傻丫头, 逗你玩呢, 你睡我床上就行, 我睡沙发, 一样的。 那怎么好意思? 林子涵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有啥不好意思的, 没事, 哥一个大男人, 总不能让你一个女人睡外面吧。 夜龙说道, 那谢谢龙哥了。 林子涵甜甜地一笑说道, 随即, 林子涵收拾了一下, 然后就要回房间。 嘿, 先等一下, 哥进去收拾一下他。 夜龙尴尬地一笑, 然后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 自己刚换下来的大裤衩子还放在床上呢, 这让林子涵看了多少会有些尴尬。 夜龙进去后收拾了一通, 然后才放心地让林子涵进来。 子涵, 我这床上有些邋遢, 你不要介意哈。 夜龙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林子涵笑了笑, 然后脱下鞋子很踏实就上了床, 一点嫌弃的样子也没有。 说道, 龙哥, 这有啥可介意的呢? 我还要谢谢你, 把床让给了我呢。 夜龙看着林子涵穿着肉色丝袜的小脚丫, 有些吸引人。 而且, 这还是坐在自己的床上, 有一股无形当中的吸引力啊。 如果自己现在喝醉的话, 恐怕。 但这样做似乎太畜生了, 毕竟林子涵这妹子很单纯, 要推倒, 那也要慢慢来, 强硬地来恐怕很伤子涵大美女的心。 女人的心, 是万万不能伤的。 反正都是自己女人, 早晚都是自己的, 也不急于现在。 不过现在的林子涵, 即使没退衣服, 就仅仅是脱了一双鞋子, 露出了肉色丝袜, 就足以吸引到夜龙目光。 不得不说, 子涵大美女, 绝对是一个诱人的美女啊。 夜龙深呼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自己心中的这股欲望, 然后对着林子涵笑了笑, 说道, 子涵妹子, 时间不早了, 你先休息吧。 嗯, 那龙哥你也早点休息。 林子涵点了点头说道, 随即, 夜龙就出了房间, 再不出去, 恐怕夜龙自己, 都很难控制住自己。 这样的林子涵, 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夜龙好想畜生一把呀。 不过好在夜龙够淡定, 还是克制住自己。 来日方长嘛, 有的是时间。 夜龙可不想在伤姑娘的心, 想想自己那个杀手老婆, 夜龙就有些头疼。 那就是, 自己所做的一番错事。 也不知道, 黑蝶什么时候, 能放下心中的恨回到, 自己身边呢? 对于黑蝶的亏欠, 夜龙是心存内疚的。 想想, 还不是当初那个操蛋的任务。 害得自己辜负了这么好的一个美女老婆。 夜龙感叹了一番, 然后就返回到沙发上。 看来今晚上只能是在沙发上度过了。 躺在沙发上的夜龙想睡觉, 但发现自己貌似压根就睡不着啊。 没办法, 在自己屋子里面有一个如此吸引人的美女在睡觉。 换谁谁能睡得着, 谁又没有点想法呢? 要可知道, 这是一个大美女啊, 不脱衣服, 就脱一双鞋子, 就很诱人的大美女。 擦药! 夜龙对于自己只能心里想想, 而不能做出实际行动, 感到很淡疼。 这就是眼前有肉想吃是不到啊。 随即, 夜龙顺手甩出一支香烟, 躺在沙发上吸了起来。 现在夜龙在想, 子涵大美女在自己的房间睡觉会不会脱衣服呢? 或者说, 现在已经脱衣服睡觉了。 好想进去看一眼啊。 夜龙正坐在沙发上叼着烟骚骚歪地的时候, 房间的门突然打了开。 林子涵头发已经松散下来, 美丽的绣发挽到细嫩的脖梗一侧。 子涵身上的外套已经脱了下来, 只穿着一件衣服里面的衬衫走了出来。 看着面前的林子涵, 夜龙不仅咽了口唾液, 好有韵味好迷人忧。 随即夜龙开口问道, 子涵, 你怎么出来了? 虽然夜龙在问, 但心里在想, 这子涵大美女不会是专门出来要诱惑自己的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可真要出生一把了。 不过想想, 子涵大美女好像不是那种女人啊。 那她出来要干嘛呢? 本章完。 第223章 遇见尴尬事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林子涵看了眼夜龙,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轻声说道, 龙哥, 我想洗个澡, 每晚洗澡已经养成习惯, 突然不洗澡睡觉, 发现睡不着。 夜龙听到林子涵这么一说, 眼睛一亮, 子涵大美女要洗澡, 那么不就意味着子涵大美女要? 很快, 夜龙脑海里立刻浮现出 子涵大美女那一幅美好的画面。 夜龙看着林子涵, 不仅喉咙上下蠕动了一下, 不过倒是很淡定地说道, 嘿, 洗澡啊, 那没事, 正好浴室还有一条 我买过没用的备用浴巾, 你用吧。 那谢谢龙哥了。 林子涵点了点头, 嘿, 客气啥, 去吧。 夜龙嗔嗔一笑, 那龙哥, 我先去洗澡了。 林子涵说了一声, 然后打开浴室的门, 就走了进去。 现在夜龙也立刻兴奋起来, 刚刚睡不着, 那现在更加睡不着了。 擦忧, 子涵大美女竟然在自己家中的浴室洗澡, 想想就让人难以入睡。 林子涵走进浴室, 然后就把门轻轻地给关了上。 夜龙坐在沙发上, 眼睛注视着浴室那边, 不过啥都看不到, 看到的只是一堵墙。 此刻, 夜龙心里是多么渴求门, 不要关啊。 这样的话, 可以稍微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不过现在, 屁毛都看不到, 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沙发上吸烟睡觉吧。 毕竟这家中的浴室可不比酒店的浴室。 酒店浴室都是磨砂的, 虽然看不清女生的身材样子, 但能看清女生的动作。 而在家中, 貌似只能听到洗澡的流水声, 别的都看不见了。 如果能料到这一天, 打死夜龙也要把玻璃换成磨砂的。 现在的夜龙, 只能后悔莫及。 关上门后, 浴室里面就传出流水的声音, 夜龙看也看不到, 也只能美好的在脑海里美好的憧憬一下。 大约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里面就没有了流水声, 但夜龙又等了十五分钟, 却没有见林子涵从里面走出来。 这夜龙就奇怪了, 按照正常情况, 不应该早就出来了吗? 但是, 林子涵竟然迟迟没有从里面出来, 流水声都没有了, 里面显得很安静。 咦? 这丫头在里面干嘛呢? 这都半个小时了。 夜龙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心里嘀咕道。 这让夜龙不仅有些疑惑, 子涵这丫头不会出事了吧? 夜龙心里嘀咕着, 随即喊道, 子涵, 你在里面没事吧? 夜龙喊完后, 大约过了五六秒钟, 浴室里面才传出林子涵的声音。 林子涵的声音很小, 有些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 龙, 龙哥? 啊? 咋了? 夜龙有些疑惑地问道, 看情况, 这林子涵也洗完皱了, 咋在里面就是不出来呢? 有件事情要麻烦你一下, 林子涵依旧是声如文音地说道。 啥事情啊? 夜龙问道, 能不能帮我出去买个东西? 林子涵在里面问道, 什么东西啊? 夜龙奇怪地问道, 这林子涵洗了一个皱是咋了? 我, 我来大姨妈了, 想让你给我买包, 林子涵在里面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听得出来, 现在林子涵要多尴尬, 就有多尴尬。 不过, 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很尴尬的事情。 擦腰, 怪不得不出来呢, 原来是这样。 夜龙听到林子涵这话, 也总算是明白, 这么久不说话, 也不出来的原因了, 原来是林子涵来大姨妈了。 只是, 夜龙此刻有点淡疼了, 貌似自己还要去给林子涵买卫生巾啊。 擦腰, 夜龙拍了拍脑袋, 有些淡疼, 让自己一个大姥爷们, 而且还是大晚上的去买卫生巾, 不知道别人会不会骂自己变态呢。 不过貌似自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家里就自己和林子涵两人, 林子涵不方便, 那只有自己去了。 龙哥, 方便吗? 林子涵在浴室里面有轻声问道。 方便, 方便, 没事, 你在家里等会我, 我这就到超市给你买去。 夜龙说道, 那谢谢龙哥, 麻烦你了。 林子涵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现在林子涵心中也是尴尬得要死, 谁知道自己的历价来的这要巧合呢, 而且还是毫无预兆。 而夜龙, 心里虽然有些别扭, 但还是出门给林子涵买味生巾去了, 因为这小区属于老旧小区, 所以没有超市。 而且现在这个点, 貌似一般超市都关门了。 夜龙只好骑上自己的小黄蜂, 找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 买个这个, 也太他奶奶滴不容易了哟。 绕了大约十多分钟, 夜龙总算找到一家, 还没有关门的超市。 来到超市, 夜龙有些尴尬, 擦幼, 这大男人买卫生巾, 貌似有点让人淡疼啊, 会不会被人给想歪了? 不过好在这是晚上, 超市基本没啥人。 夜龙到超市里面, 直奔女性用品专区, 直接拿了两包苏菲。 拿了两包苏菲后, 夜龙直接来到柜台前。 付钱! 夜龙把苏菲放到柜台前说了一声。 收银员看了眼柜台前的苏菲, 不仅抬头看了眼夜龙, 眼神中充满了异样的眼光, 但没有说啥。 这也在夜龙的预料之内, 不过去他闷儿的。 反正谁也不认识谁, 出门就不认识了, 哥管你啥眼神呢? 再说, 你又不是漂亮妹子, 哥还管你的想法呀。 付完钱后, 夜龙拿着卫生巾, 就走出了超市, 然后直接返回到家中。 回到家里, 夜龙叫了一声紫涵, 这妹子竟然还在浴室里面。 不过想想也是, 这林子涵刚来大姨妈, 没有卫生巾, 貌似也不方便出来。 龙,龙哥, 你回来了? 林子涵在浴室里面轻声说道, 嗯,回来了, 你开一下门, 我给你递进去吧。 夜龙走到浴室门前说道, 现在夜龙有些疑惑, 在里面的林子涵, 有没有穿好衣服? 这是夜龙十分的好奇, 如果没穿好的话, 算是自己大老远地跑到超市, 忙活了一顿的福利。 如果穿好的话, 夜龙只能撇嘴叹息一声, 自己没那个福分。 那,那龙哥等一下, 我这就开门, 你在外面给我递进来。 林子涵在里面轻声说道, 好嘞, 没问题, 你开门吧。 夜龙站在门前嗓嗓一笑, 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本章完, 第224章, 突然冒出来的法拉利,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刚刚夜龙还正愁没机会瞧一眼林子涵呢, 这不刚抱怨完, 上天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林子涵竟然来大姨妈了。 嘖嘖, 擦药, 老天也不带这么眷顾自己的呀, 不管何时何地, 都为自己着想。 既然老天如此眷顾, 夜龙自然是不能逆天尾。 很快, 浴室的门支的响了一声, 然后门就打开了一条缝隙。 但是缝隙太小, 夜龙压根什么也瞧不见, 里面黑乎乎的一片, 只能勉强看见子涵的衣物。 而且, 夜龙确定的是, 林子涵在里面穿着衣服, 当然不是外衣, 而是浴巾。 夜龙看着里面的林子涵, 这儿巴惊地说道, 嘿, 子涵, 这缝隙太小, 递不进去啊, 再开一下门。 嗯, 林子涵在里面应了一声, 然后又开了一下门, 大约得有十公分左右的缝隙。 夜龙稍微探头, 可能是林子涵的身子躲在门后, 只透出一只手来。 龙哥, 我伸出手了, 你递给我就行。 林子涵说了一声, 然后把手就从缝隙里面伸了出来。 看着林子涵伸出来的胳膊, 笑了笑, 也没啥恶劣的想法, 然后就把东西递给了林子涵。 夜龙拿着苏菲递给林子涵后, 然后说道, 子涵, 你没事吧? 龙哥, 谢谢你, 我没事。 林子涵声如文音, 不过郁闷的是, 夜龙啥也没看见, 并没有夜龙所想看到的那些东西。 林子涵从夜龙手中接过来后, 然后就把门关了上。 不过在关门的那一刻, 林子涵的身影倒是一闪而过。 很快, 可以说仅仅是一眨眼间的功夫。 夜龙内心一阵兴奋地惊呼, 幸亏自己没有眨眼睛, 如果眨一下眼睛, 什么都看不到了。 而夜龙还想多看一眼, 不过玉尸的门很无情地关了上, 但对于夜龙来说这已经很满足了。 毕竟子涵大美女是一个清纯的女孩子, 不能对人家有太多的非分之想, 如果那样, 就不好了。 过了没多久, 林子涵有些脸红地从浴室里面走了出来, 看得出来, 林子涵这丫头有些很不好意思。 毕竟这种让人尴尬的事情, 换作谁, 谁都会不好意思。 不过夜龙倒是觉着没有什么, 反而感觉这让自己跟林子涵的那种关系又更加深了一点。 龙哥, 麻烦你了。 林子涵出来后,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嘿, 不麻烦。 夜龙咧嘴笑了笑, 摆手说道。 那,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你也早点休息。 林子涵说着, 然后羞涩地低头, 赶紧走进了房间。 林子涵显然还在因为刚刚的事情害羞, 夜龙看着害羞跑进房间的林子涵, 不仅摇头笑了笑, 这妹子还真是单纯, 哥喜欢。 第二天清晨, 夜龙睡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的被林子涵叫醒。 这么早啊。 夜龙揉了揉眼睛, 打了个哈欠说道。 林子涵笑了笑, 说道, 龙哥, 这还早呢, 都八点多钟了, 我已经买回早餐, 一起吃早餐吧。 好嘞。 夜龙咧嘴笑了笑, 然后抬头看了眼林子涵说道, 子涵, 如果你能当我女朋友, 该多好啊,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有早餐吃, 有人叫起床了。 林子涵听到夜龙这话, 咬了咬嘴唇, 有些害羞地说道, 龙哥,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 赶紧洗漱吃饭吧, 等会我还要上班呢。 好吧。 夜龙无奈地撇了撇嘴说了一声, 然后就到洗手间洗漱了一番。 洗漱完毕后, 夜龙和林子涵一起坐在餐桌前, 吃起了早餐。 俗话说, 有女人跟你一起吃早餐, 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所以, 夜龙现在很幸福。 龙哥,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林子涵吃着早餐问道, 呃, 没有啊, 怎么了? 夜龙愣了愣问道, 那龙哥吃饭的时候, 干嘛一直在看我? 林子涵有些奇怪地问道, 嘿, 因为子涵大美女漂亮, 看着美女, 吃着美女买的东西了, 你不认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夜龙骚骚地笑着讲道, 林子涵无奈地笑了笑, 说道, 那我还有这个作用啊? 嘿, 当然了。 夜龙笑了笑说道, 那我是不是应该采取收费措施, 每天看着我吃早餐要交钱? 林子涵笑着说道, 嘿, 交钱就免了, 不过哥倒是今早可以送你去上班, 哥的小黄蜂你还没有做过吧? 今天就让你感受一番。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现在夜龙越来越喜欢, 骑着自己的小黄蜂带妹子兜风了, 因为这样, 可以时不时体验一下刹车时带来的超级福利。 这妹姐可是真疼自己哦, 竟然给自己买了一辆这么贴合实际的车子。 吃完早餐后, 差不多到了上班的时间, 夜龙和林子涵就一起来到楼下。 到了楼下, 夜龙发动自己的小黄蜂, 然后朝林子涵招了招手, 说道, 子涵美女, 上车。 林子涵甜甜地笑了笑, 然后就坐到了夜龙的后面。 嘿, 子涵大美女, 哥的车子没安全带, 所以需要用你的手当安全带, 报警哥。 夜龙坐在前面嗓嗓地说道, 林子涵咬了咬嘴唇,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伸手抱紧了夜龙的腰部。 被林子涵抱住的感觉还蛮不错, 夜龙能轻易地感受到从子涵大美女身上散发出的方向。 走了! 夜龙骚骚地喊了一声, 然后就带着林子涵行驶出小区。 夜龙带着林子涵大美女风骚地行驶在路上。 夜龙这骚包, 心里面别提有多乐呵了, 小黄蜂, 绝对地把妹力气啊! 而且才两千多块钱, 经济又实惠。 如果买辆车子的话, 哪能享受到美女环腰这种超赞的待遇? 开车就算有美女, 也只能转头乔上机而已。 小黄蜂, 把妹力气, 绝对不解释! 而且, 夜龙骑着小黄蜂行驶在马路上, 回头率也很高, 因为自己车子后面带着的可是一位极品美女。 林子涵绝对是那种走在大街上, 能让男性回头的美女, 很养眼。 滴滴, 夜龙正体验着带林子涵兜风上班的感觉呢, 后面一辆车子按了一声喇叭, 随即一辆红色法拉利跟夜龙的小黄蜂并行在一起。 红色法拉利放慢速度, 然后车窗户摇了下来, 车子上染着一头浅黄毛的青年双眼, 泛着狂热, 贪婪, 惊喜之色, 目不转睛地盯着夜龙身后的林子涵, 咽了几口唾沫之后, 吹了一声挑逗的口哨。 美女, 坐这小破摩托有啥意思? 来我的法拉利坐坐, 哥们带你兜兜风爽一把怎么样? 本章完。 第225章, 就问你牛不牛?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骑着自己的小黄蜂转头一看, 不由地悠喝一声, 惊得还真是新鲜了。 自己带的妹子, 竟然也有人敢搭讪。 瞎狗眼了吧。 不过夜龙这一瞧, 确认这人还真瞎狗眼了。 坐在法拉利里面的浅黄色头发, 青年夜龙看着有些熟悉, 这不是方家的那个狗杂碎吗? 夜龙在方清涵家中见过, 这小子就是方明天的儿子, 好像叫方子丰, 一个非常欠收拾的家伙。 上次到方清涵家里要钱, 被夜龙给一个好抽。 不过这个方子丰, 显然没有认出夜龙来, 眼睛里只有坐在后面的林子涵。 这直勾勾的眼神, 恨不得把眼睛放在林子涵身上。 美女,来, 到法拉利上来坐坐。 你应该没坐过吧? 感觉很不一样哦。 方子丰对着林子涵吹了下口哨招呼道, 这表情, 那叫一个嘚瑟。 林子涵皱了皱眉头, 一脸无奈, 他对于这种富二代完全没有兴趣, 反而对这种行为感到厌恶。 夜龙骑着自己的小黄蜂 同样心里也很不爽, 这自己骑着小黄蜂带着妹子好好的兜风。 奶奶滴, 现在竟然泡到自己头上来了。 擦腰, 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不过夜龙会让她知道, 有些妹子是不能随便泡地, 除非你有很大的资本, 不然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嘿, 子涵, 你着急上班吗? 夜龙放慢速度对林子涵问道。 林子涵摇了摇头, 说道, 不太急, 怎么了? 嘿, 没事。 夜龙咧嘴笑了笑, 然后就骑着小黄蜂 把车子给停到了马路旁边, 开着法拉利的方子风见状, 跟着就把自己的法拉利 也停在马路旁边。 龙哥, 你要干嘛? 这种家伙不用理他的, 整天无所事事的富二代而已。 林子涵看着夜龙说道, 夜龙笑了笑, 说道, 没事, 反正闲着也没啥事情, 玩玩他呗。 那龙哥, 别把事情闹大了。 林子涵担心地说道, 嘿, 放心, 没事。 夜龙笑了笑说道, 而这个时候, 方子风打开法拉利的车门, 潇洒地走了下来。 方子风脸上洋溢着一股得意, 不可一世的笑容。 在他心里, 一个骑小摩托的, 能跟自己一个开法拉利的比。 自己这法拉利, 买着小破摩托, 都能从DC区排到XC区了。 所以现在方子风感觉自己无比优越, 眼神更是被林子涵所吸引。 方子风心中暗暗决定, 一定要把这个漂亮的妹子搞到手。 这种极品的妞, 在宁海市, 还真是很少见。 没想到, 金哥被自己碰见一个。 那方子风, 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当然方子风认为, 搞定面前这个漂亮妹子, 完全无压力, 自己可是有钱人, 有跑车, 有票子, 搞一个女人还成问题。 现在的哪个女人不喜欢车子, 不喜欢票子。 方子风有些装逼地抽出一根中华, 然后就走到夜龙和林子涵面前。 美女, 走吧, 我的法拉利停在那里等着呢, 一起兜兜风。 方子风叼着烟, 很牛气地对林子涵说道。 林子涵有些厌恶地看了眼方子风, 没有说话。 嘿, 兄弟, 你很牛啊。 夜龙笑呵呵地看着方子风说道。 方子风嚣张外加, 不懈地看了眼夜龙, 有些不舒服, 就这么一个穷逼能找这么好的妹子。 真他奶奶低是好逼让猪给拱了, 所以方子风很不爽。 你和他啥关系? 方子风不懈地瞧着夜龙说道。 我女朋友。 夜龙看着方子风笑了笑说道。 他你女朋友啊, 这样吧, 我和你女朋友去兜兜风, 这些钱给你拿去花吧。 方子风说着, 然后很装逼地从自己的包里面拿出一叠钱, 就扔到了地上, 差不多有一万。 夜龙看了眼地上的钱, 笑了笑, 这方子风出手, 还真大手笔啊。 不过夜龙有些纳闷, 难道上次方子风这戳并没被教训够吗? 而且竟然还没认出自己, 真是有意思。 怎么? 嫌少了呀。 你小子胃口还挺大的啊。 给, 再给你一万, 立马拿着钱走人。 方子风见状, 然后又从兜里, 掏出一叠钞票, 扔到了地上。 夜龙看了眼方子风, 真是嚣张啊, 比自己还嚣张。 不过自己嚣张, 那是有资本的。 他方子风嚣张, 有资本吗? 如果没有资本, 那不好意思, 这家伙要惨。 夜龙看着方子风, 然后朝他走了过去。 方子风还挑衅地叼着烟, 瞪着眼睛, 瞪了眼夜龙。 夜龙走上前, 拍了拍方子风的肩膀, 然后顺手就把他嘴里叼着的烟给拿了下来。 中华, 挺掉。 夜龙笑了笑, 将手中的烟扔到地上。 你要干嘛? 方子风瞪着夜龙警惕地说道, 现在方子风感觉从夜龙身上透出一股寒气, 让自己感到背脊有些发凉。 呵呵。 夜龙冷笑一声, 然后抬手一拳就打到了方子风的下巴上。 方子风啊得惨叫一声, 然后直接一头就栽倒在地上。 看着倒在地上的方子风, 夜龙上去就踹了几脚。 哎呦。 方子风发出一声声惨叫, 然后指着夜龙说道, 你, 你TM敢打我。 呵, 笑话, 哥为啥不敢打你? 你不是很掉很有钱吗? 现在再掉一个给哥看看。 夜龙说着, 然后又是照着方子风一段踹。 方子风有些苦逼, 自己本想着还装装逼, 这可倒好, 碧没装好, 竟然被打了。 但是方子风不服, 一个开法拉利的, 被一个骑小摩托车的打。 奶奶弟, 这完全是颠覆世界观啊。 身份完全不对等的两个人, 凭啥开法拉利的, 就被挨打。 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穷碧, 骑着一个小破摩托车, 老子开着法拉利, 不是你能比的, 老子比你尿。 方子风指着夜龙愤愤地说道, 夜龙听到方子风这话, 有些笑鸟, 然后看着方子风细血地说道, 哦, 你很牛啊。 嘿, 哥专门做那些牛人, 老子让你知道, 开法拉利算个毛? 老子照做不误。 夜龙说着, 就从地上把方子风给拽了起来, 然后一个大嘴巴子, 一个大嘴巴子的, 就抽了上去。 而方子风, 只能发出一阵阵销魂的痛叫声, 来配合夜龙啪啪的耳光声。 哥问你, 哥一个骑小摩托的, 就是抽你一个开法拉利的。 这牛不牛? 夜龙笑呵呵地看着方子风说道, 本章完。 第226章, 买不起但能砸得起。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现在的方子风, 被夜龙用耳光抽得有些苦病。 这方子风, 心里是又气又恨哪。 自己一个开法拉利的实力人, 竟然被一个骑小破摩托车的家伙给抽了。 简直太没天理了。 这要多丢人, 就要多丢人。 夜龙抽了方子风几个大嘴巴子, 然后有些不屑地说道, 嘿, 小子, 服了吗? 现在方子风的嘴巴, 被夜龙抽得都发麻。 就算不服, 那也就是在心里想想, 嘴上哪里还敢说不服啊? 随即, 方子风赶紧点头说道, 服, 服了, 不牛了。 夜龙笑了笑问道, 不牛了。 方子风回道, 还嚣张吗? 不嚣张了。 呵呵, 很好。 夜龙还算满意地点了点头, 要是方子风还敢嚣张, 夜龙完全不介意再抽他几个大嘴巴子。 大, 大哥, 要不就放我一马吧。 方子风开始求饶道, 这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现在只有求饶的份, 不然也是等着挨收拾。 放你一马。 呵呵, 可以啊。 夜龙点了点头说道, 多谢大哥。 方子风赶紧点头谢道, 不过心里想着, 等自己逃脱看, 怎么找人搞这家伙。 先别急着谢我, 哥是有要求的, 想放你, 可没那么容易。 夜龙笑了笑说道, 啊, 还有啥要求? 方子风看着夜龙, 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嘿, 看见你那辆法拉利了吗? 给我砸了。 夜龙清淡描写地说道, 好像在夜龙口中, 这法拉利比他那小黄蜂还廉价一般。 啊, 砸, 砸了。 方子风瞪着眼睛看着夜龙问道, 这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法拉利可是价值一千多瓦, 是方子风求着方明天好不容易买的。 而方子风买这法拉利, 为了就是方便以后泡妹子。 现在妹子没有泡到几个正品的不说, 竟然让自己砸了。 这车子才买了不到一个月啊。 难道就这样砸了吗? 显然方子风是不甘心, 不会阴的。 夜龙瞧了眼方子风说道, 怎么? 你耳朵应该没龙吧? 我让你砸了。 方子风看着夜龙, 说道, 你知道我这车子多少钱吗? 这可是法拉利。 夜龙不懈地贪了贪手, 说道, 老子管你压的多少钱, 管你是法拉利还是保时捷, 老子不爽那就要砸。 不, 我不砸, 这车子一千多万, 我绝对不可能砸。 方子风瞪着夜龙说道, 嘿, 你说不砸就不砸了。 这就由不得你了。 夜龙咧嘴一笑, 然后手中多出一根银针。 方子风警惕地看着夜龙, 问道, 你要干什么? 不干嘛, 就是扎你两针, 让你听话点。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拿着银针, 就朝方子风扎了两下。 方子风身体颤抖了一下, 然后整个人的目光有些呆滞。 夜龙拍了拍方子风的肩膀, 咧嘴一笑, 说道, 嘿, 看见那辆法拉利了吗? 给我砸, 狠点的砸。 方子风就像被控制一般, 然后整个人就朝法拉利车子那边走了过去。 正好车子旁边花坛里面有块砖头, 方子风走过去, 拿起砖头, 罩着自己车子的前挡风玻璃, 就砸了下去。 光! 一声巨响, 法拉利的前挡风玻璃, 直接被方子风一砖块, 给砸了一个大窟窿。 原本法拉利这种豪车, 就很吸引人的目光, 这有人砸法拉利, 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很快, 一些路过的路人纷纷驻足围观起来。 当然更多的人是感叹, 他们倒是见过砸车的, 但见砸法拉利这种豪车的, 还是头一次, 这让周围围观的人, 不仅有些兴奋。 一些喜欢看热闹的网民, 纷纷拿起手机拍照传微博。 恐怕, 这又是网络一大热门新闻。 方子风拿着砖块砸下去后, 然后又跑到车子的后备箱, 从后备箱里面, 直接拿出一根大铁棍。 随即, 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幕就发生了。 方子风拎着手臂粗的大铁棍, 就罩着法拉利的车体, 砸了起来。 光光光。 很带感, 很动听的铁器撞击声。 每一棍子下去, 那就是一道道深深的砸狠。 周围围观的人不仅有些惋惜, 这奶奶弟可是一千多万的车子啊, 这砸了多可惜啊, 就算不要, 也不能这么糟蹋啊, 给他们多好啊。 方子风拎着铁棍, 围绕着法拉利, 直接是砸了一圈。 砸完一圈后, 方子风显然有些嗨啊, 直接跳到法拉利的车棚上, 然后一棍一棍地砸了起来。 龙哥, 这家伙是疯了吗? 这么砸自己的车子。 林子涵疑惑地看着夜龙问道, 嘿, 他没风, 不过身体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 夜龙骚骚地笑道, 为什么? 刚刚你扎了他一针, 他就这样了。 林子涵奇怪地问道, 怎么解释呢? 通俗点讲就是说, 方子风已经被催眠了, 没有自己的意识。 夜龙解释道, 林子涵听后点了点头, 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他不会有事情吧? 放心, 没事, 等时间到了, 他自然就清醒不来了, 嘿, 接着看热闹吧, 等会应该还刺激。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只见方子风站在车棚上, 连续又光光地砸了几棍子, 随即就对周围的围观群众喊道, 有谁想过来砸? 免费砸, 不要钱。 周围的人听到方子风这话, 有些蠢蠢欲动, 这么好的车, 不是自己的, 有谁不想砸一砸过过手瘾呢? 好歹这也是拿出去吹嘘的一件事情, 碰见朋友可以说, 自己砸过一千多万的法拉利, 就问你牛不牛? 不过周围围观的人有些质疑, 好歹这也是一千万的车子, 砸了真的白砸吗? 方子风站在车棚子上, 一边拿着铁棍砸自己的法拉利, 一边招呼着周围的人喊道, 来啊, 不砸白不砸, 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周围围观的人, 开始有些安耐不住, 毕竟这种装逼的事情, 可很少遇见。 我砸! 这个时候, 从人群当中冲出一个青年, 然后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 就很歹毒地照着车子光光地砸去, 几下就把车子给砸凹进去。 MD, 原来砸法拉利是这么爽, 哥买不起, 但哥砸过法拉利, 比买法拉利的人更牛。 青年兴奋地说着, 然后又拿着砖块光光地砸起来。 这种事, 就怕有带头的, 有一个带头的, 那周围人就直接安耐不住了, 纷纷冲上前去爽一把。 本章完, 第227章, 有钱人被穷人欺负。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周围群众一拥而上, 眨眼睛的功夫, 法拉利就被一帮人围了起来, 然后就对着法拉利开始砸。 不是自己的东西, 自然是不心疼, 一帮人砸的那个叫起劲。 而且, 已经开始有人喊起了耗子。 这场面, 看得叫人那个热血沸腾。 而这一场景, 再次证明一个问题,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没多会的功夫, 法拉利就成了一堆废铁。 然后, 又在群众的合力下, 直接把法拉利给推翻。 周围群众心里那叫一个爽啊, 这比自己买一辆法拉利, 更让他们爽。 一千万的法拉利, 就这么被他们砸了, 简直爽翻天。 法拉利成了一堆废铁, 周围的群众, 显然是被法拉利, 当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然后纷纷跟法拉利拍照合影, 留下自己这光辉荣耀的一刻。 龙哥, 这方子风清醒过来, 见到这场面, 会不会气晕过去啊? 林子涵站在旁边对夜龙说道, 嘿, 那谁知道呢? 不过等会就知道了, 很快方子风就会清醒过来。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正说着呢, 原本砸得很嗨的方子风, 突然身子颤抖了一下, 然后整个人好像从呆滞当中清醒过来一样。 当清醒过来的方子风, 看着面前自己的法拉利, 腿一软, 有些不敢接受现实的, 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MD, 谁让你们砸我的法拉利的? 方子风坐在地上吼道, 心里一阵阵抽搐, 要可知道, 这法拉利价值一千多万啊。 周围正在砸得起信的群众, 听到方子风这话, 都不由得愣了愣。 刚刚可是这家伙带头砸的呀, 而且还高呼免费砸, 不砸白不砸。 赔, 谁砸的谁赔? 方子风吼道, 周围群众听到方子风这话, 发现不好, 这种圈套时常在电视上见过, 如果真要赔, 一千万的法拉利, 谁能赔得起? 就算是所有人一起赔, 那起码一人也要赔个二三百万。 所以, 群众吓尿, 然后立刻一溜烟的一哄而散。 谁还留在这里, 那就是脑袋不好了, 反正手影已经过了, 照片已经拍了, 留在这里还干毛线啊, 等着赔钱啊。 眨眼间的功夫, 现场一个围观的群众都没有了。 不要跑, 都TM给我站住。 方子风坐在地上吼道, 但谁还会听方子风在吼? 这种事情沾上一点关系, 那可能就是牵扯到好几百万啊。 而原本热闹非凡的地方, 直接是变得一个人也没有了。 只有方子风孤苦伶仃地坐在地上, 再看看自己面前的法拉利, 已经成为一堆废铁。 现在方子风整个人的心都在低险。 奶奶弟, 这可是一千万啊。 一千万的车子, 就这么被砸成了废铁。 方子风攥着拳头, 狠狠地照着地上捶了两下, 然后转头瞪着站在马路旁边的夜龙, 随即吼道, 夜龙, 你陪我车子。 夜龙看着方子风有些笑尿, 说道, 你不是一叠钱一叠钱地往地上扔, 一副很有钱的样子吗? 有钱人还会在乎一辆车子。 啊, 我杀了你, 我跟你拼了。 方子风已经濒临崩溃, 怒吼着, 就朝夜龙扑了上去。 夜龙不屑地轻哼一声, 当方子风靠近自己的时候, 夜龙一脚踹出。 方子风哀悠一声惨叫, 直接被踹了回去。 再不老实, 哥把你揍得跟你的法拉里一样, 成为一堆废铁。 夜龙瞧着方子风说道,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记住你了, 我要让你知道有钱人不是好惹的, 不是你这种平民老百姓能惹得起的。 方子风指着夜龙怒吼道, 夜龙看着方子风笑了笑, 说道, 是吗? 有钱就狠掉啊。 但哥揍了你这个有钱人, 那是不是表示哥更掉? 想报仇可以, 随手恭候, 你可一定要找我报仇哦。 你记住, 我不会放过你。 方子风指着夜龙吼道, OK, 记住了。 夜龙笑了笑回道, 龙哥, 时间不早了, 我该上班去了。 林子涵在夜龙旁边说道, 好嘞, 走, 哥送你去公司。 夜龙咧嘴笑了笑, 随即气伤自己的小黄蜂, 夜龙发动自己的小黄蜂, 然后看了一眼, 坐在报废法拉里旁边的方子风, 咧嘴笑了笑, 随即摆了摆手, 嘿, 哥先走了, 一定别忘记报复哥哈。 夜龙说完, 然后再带着林子涵离开了这里, 而方子风坐在自己的法拉里旁边, 一脸的惆怅, 这可是一千万, 就这么成为了一堆废铁。 方子风不服, 有钱人怎么能被穷人欺负呢? 那有钱还算个屁啊。 随即, 方子风拿着电话, 就拨了一个号码, 夜龙骑着自己的小黄蜂, 把林子涵送到了方氏集团的大厦门前。 送走林子涵后, 夜龙没有去龙魅酒吧, 而是前往XC区, 也不知道让刀疤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反正夜龙闲着也没啥事情, 倒不如到XC区去瞧瞧。 当然夜龙完全不担心刀疤会耍什么花招, 因为那录像绝对是刀疤的死位, 不管他耍什么花招, 只要夜龙把这视频公布出去, 不单单是XC区, 恐怕整个宁海市都没有刀疤的人身之地。 所以, 刀疤无理由选择跟自己合作。 只要刀疤合作, 凭他在虎门的身份地位, 想瓦解虎门轻轻松松。 很快, 夜龙骑着自己的小黄蜂, 来到XC区的洗浴中心。 这也是刘二虎最挣钱的一家娱乐场所, 一般情况, 刀疤都待在这里照应。 来到洗浴中心, 夜龙吹着口哨, 把自己的小黄蜂往门口一停, 然后就走进了洗浴中心。 洗浴中心大厅门口的妹子, 真心不错, 身材无可挑剔, 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然, 这就是吸引客人的力气。 夜龙走进去的时候, 照着门口大厅的妹子, 吹了一个挑逗的口哨, 然后伸手照着他们拍了一巴掌, 露出一副渐渐的笑容来。 进了洗浴中心, 夜龙骚骚地走到前台。 刀疤呢? 夜龙看着前台的妹子骚骚地问道, 而眼睛很不老实地盯着他们一个劲的丑, 无所顾忌的丑, 就好像这几个前台妹子是展品一般, 就是给他夜龙欣赏的。 当然, 这几个前台妹子各顶各的身材好, 个个都凹凸有致。 本章完。 第228章 把柄在手 天下我有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倒是很有兴趣的, 想试一试手感啊, 目测会不错。 请问先生你是? 前台妹子看了眼夜龙问道, 我是刀疤的朋友, 就告诉他, 他龙哥来了。 夜龙骚骚地对这个前台妹子笑道, 而眼睛也一个劲地盯着前台妹子, 露着坏坏的笑容。 那先生请你稍等一下。 前台妹子点了点头说道, 随即, 前台妹子就拨了一个号码, 在电话里说了几声, 然后点了点头, 就挂掉了电话。 挂掉电话后, 前台妹子看着夜龙, 笑了笑, 说道, 先生, 刀疤哥等会就过来, 你稍等一下。 嗯, 没问题。 夜龙骚骚一笑, 应了一声, 过了没多久, 刀疤就从楼上走了下来。 夜龙看到刀疤后, 然后就笑呵呵地迎上前去,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刀疤看了眼夜龙, 然后巡视了一下周围, 说道, 到楼上说吧, 这里不太方便。 OK, 夜龙点了点头, 随即, 夜龙跟随刀疤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 到了刀疤的办公室, 夜龙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甩出一支香烟就吸了起来, 而刀疤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夜龙的对面。 在夜龙面前, 刀疤完全没有任何嚣张的资本, 他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不敢有任何嚣张的举动。 倒是夜龙, 就像这里是自己家一样, 翘着二郎腿, 叼着香烟, 吞云吐雾。 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夜龙吐了口烟雾说道, 刀疤看了眼夜龙, 点了点头, 说道, 事情已经按照你说的办成了, 视频在我手里。 夜龙听后, 笑了笑说道, 嘿, 蛮不错的嘛, 怎么劝得你那个女人? 我已经跟花姐摊牌了, 花姐很明白, 如果不合作, 不仅是我要完蛋, 他也要完蛋, 所以他没得选择, 只要按照我说的来做。 刀疤看着夜龙说道, 嗯, 很好, 视频给我瞧一眼。 夜龙倒是想瞧了一瞧这视频, 有了这视频, 那么大鼻子那家伙就完蛋了。 到时候只要把视频给刘二虎看一下, 恐怕刘二虎会直接发飙的, 想干掉大鼻子, 那么大鼻子肯定不会就这么让刘二虎给干掉, 到时候肯定会是爆发一场大战。 刀疤看了眼夜龙, 犹豫了一会, 随即说道, 你手中的那份视频呢? 放心, 等事情办完, 你那视频我肯定会给你,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夜龙吐了口烟雾说道, 刀疤脸色沉了沉, 说道, 不行, 你把你那份视频交给我, 不然我不会给你我手中的这份视频, 不然我很被动。 夜龙瞧了眼刀疤, 不屑地冷笑一声, 说道, 不给。 请问, 你有那个资本吗? 你, 刀疤有些咬牙切齿, 不过他现在的确是没有任何的资本。 夜龙摆了摆手,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不要跟哥想那么多, 哥让你怎么做你就乖乖地怎么做就行, 你没有谈条件的资本, 不配合, 你只有完蛋, 赶紧把视频拿出来。 刀疤的死泪被夜龙抓得紧紧的, 刚刚刀疤也只是抱着一丝希望跟夜龙谈一下条件, 哪知道夜龙压根连鸟都不鸟他, 压根不给他任何谈条件的资本。 随即, 刀疤就拿出自己U盘, 把U盘递给了夜龙。 夜龙收下U盘, 然后咧嘴笑了笑, 说道, 手机上有吗? 先把视频传给我, 我现在要验证一下, 那我给你传手机上。 刀疤说了一声, 然后就拿出自己的手机。 随即, 刀疤利用蓝牙, 就把视频传到了夜龙的手机上。 传过来后, 夜龙就把视频打了看。 很快, 视频里面就出现了花姐和大鼻子两个人的身影, 而大鼻子还不知道, 他这是已经上了刀疤跟花姐的套。 试问, 天下有多少的英雄好汉败倒在女人的裙摆之下? 虽然他大鼻子不是啥英雄好汉, 但在XC区还是很有名的, 但现在, 还是要败倒在女人的裙摆之下。 同样, 不得不说, 这花姐也够倒霉的, 没想到偷个情都要跟自己男人的两个小弟偷, 有点奇葩。 夜龙视频看了一半, 然后直接就关掉了, 随即很满意地看着刀疤笑了笑, 说道, 嗯, 很不错, 拍的角度很好, 堪称专业, 歌很满意。 希望你说的事情能做到。 刀疤应了一声, 而这个时候, 刀疤的电话正好响了起来, 刀疤看了眼电话, 随即就接了起来。 行, 好, 知道了。 刀疤在电话里应了几声, 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刘二虎刚刚派了一帮人到龙妹酒吧闹市去了, 让你那里的人注意这点吧。 刀疤挂掉电话后, 对夜龙说道, 哼, 这刘二虎, 还挺能搞小动作的啊, 不过不打紧, 让他搞吧, 到最后, 搞死的还是他自己。 夜龙笑了笑, 有些不在乎的说道, 只要把视频一放出去, 肯定就是一个大乱套。 凭借大鼻子的性格, 肯定是不会如此甘心的被刘二虎这么干掉, 肯定会反抗, 到时候, 他绝对是热闹非凡, 好戏不断。 随即, 夜龙把电话拿出来, 打算给大壮打个电话, 让大壮准备一下, 大壮也算是经过锻炼的了, 必须要有点用, 这种事情, 就要让他能担当起来。 但是, 随后夜龙很郁闷地发现自己, 没有大壮的电话, 确切地说, 大壮这傻大哥, 压根没手机, 看来还要给大壮买个手机呀。 最后, 夜龙只好把电话打给妹姐, 妹姐倒是在那边很快接通了。 小坏蛋, 打电话有什么事情? 妹姐接起电话后问道, 嘿, 妹姐, 赶紧招呼大壮, 还有酒吧里面的兄弟, 做好准备, 刘二虎恐怕要派出, 派人去骚扰酒吧生意了。 夜龙在电话里提醒道, 你怎么知道的? 妹姐疑惑地问道, 那你就不用管了, 赶紧地, 争取, 把损失降到最小。 夜龙说道, 本章完, 第229章, 风起云涌,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知道了, 我这就安排, 对了, 你在哪里呢? 妹姐又问道, 嘿, 我在西城刘二虎的洗浴中心呢, 夜龙在电话里说道, 啊, 西城刘二虎的洗浴中心, 你怎么跑哪里去了? 妹姐有些惊讶地问道, 嘿, 来玩玩呗, 用不了多久, 刘二虎的虎萌就会瓦解, 妹姐你就放心吧, 刘二虎这头傻虎跳不了多久了, 夜龙骚骚地讲道, 那行, 我现在就让大壮安排一下人, 你小心一点, 妹姐说道, 好嘞,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有大壮在, 夜龙倒不是很担心, 只要大壮不死脑筋, 站在原地不动, 自己一个人抗十个八个的大汉, 不成问题, 相信昨天经过自己的一番教导, 这大壮应该不会再那么死脑筋了, 不能说一下子改变很多, 起码在事情的认知方面, 会改变不少, 挂掉电话后, 夜龙看着刀疤, 笑了笑说道, 行了, 现在万事俱备指前东风了, 联系一下你在虎蒙的手下吧, 刀疤点了点头, 说道, 那大鼻子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放心, 他就交给我处理吧, 相信刘二虎看到那份视频, 不用我们收拾他, 他自己就会动手, 另外, 一定要给大鼻子反抗的机会, 不要一下子被刘二虎给压死, 这样虎蒙才会乱, 才会更有意思, 夜龙对刀疤说道, 知道, 我会安排, 刀疤应道, 刀疤, 正说着话呢, 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门被敲了敲, 从外面就传出大鼻子的声音, 是大鼻子, 刀疤皱了皱眉头, 有些紧张地看着夜龙说道, 对于大鼻子的突然到来, 刀疤感到很紧张, 毕竟事情还没有完全安排好, 如果现在被发现, 岂不是暴露了, 夜龙不紧不慢地吐了口烟雾, 有些不懈地说道, 不用紧张, 是大鼻子怎么了, 他算个毛线啊, 刀疤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 办公室的门就被推了开, 然后大鼻子晃悠着魁梧的身材, 就走了进来, 进门后, 大鼻子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夜龙, 看到夜龙后, 大鼻子的脸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自己被夜龙好一个收拾, 大鼻子自然是不可能不认识他, 夜龙? 大鼻子看着夜龙叫了一声, 声音中充满了疑惑, 显然夜龙能出现在这里, 完全出乎了大鼻子的预料, 这里可是XC区他们的地盘啊, 夜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难道夜龙嚣张到如此地步, 竟然感到虎蒙地盘下闹事了? 嘿, 鼻子兄! 夜龙吐了口烟雾, 笑呵呵地跟大鼻子打了声招呼,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大鼻子冷冷地说了一声, 立刻反应过来, 不仅把目光看向刀疤, 刀疤,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啥意思, 我们是好兄弟了, 夜龙笑呵呵地对大鼻子说道, 刀疤, 你要出卖虎哥? 大鼻子一脸阴沉地质问道, 事情已经成了这样, 刀疤想掩饰, 那也掩饰不过去了,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到这种地步, 跟大鼻子摊牌已经无所谓了, 大鼻子, 量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 我劝你一句, 跟我站在一条线上, 对付刘二虎, 然后我们兄弟两个平分, XC区地盘, 以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 刀疤看着大鼻子说道, 大鼻子听到刀疤这话, 很是气愤地说道, 好啊, 刀疤, 灰虎哥还对你这么照顾, 没想到, 既然做出这种事情, 今天我就为虎哥除掉你这个败来, 是吗?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夜龙坐在沙发上, 吐了一个烟圈, 对大鼻子笑了笑说道, 夜龙, 这是XC区, 不是DC区, 今天你休想离开这里半步, 大鼻子指着夜龙说道, 刀疤, 他不服, 看你的了, 夜龙笑呵呵地对刀疤说道, 刀疤冷瞪一眼大鼻子, 然后说道, 大鼻子,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做个选择, 我选择杀了你, 大鼻子怒吼一声, 然后就朝刀疤冲了上去, 刀疤反应很是敏捷, 一个闪身, 然后就跟大鼻子打在一起, 从单体实力上来说, 刀疤要比大鼻子更生猛一些, 一番打斗, 大鼻子的弱势略见明显, 哄, 很快, 刀疤一拳打到大鼻子的胸口上, 紧接着, 就是一连套的起身侧踢, 大鼻子直接被击倒在地上, 大鼻子倒地后, 刀疤一个闪身来到大鼻子面前, 伸手就把大鼻子从地上给拎了起来, 然后直接掐住了大鼻子的喉咙, 刀疤, 有种你杀了我, 大鼻子瞪着刀疤说道, 你以为我不敢吗, 刀疤冷笑一声, 加重了手上的力量, 刀疤, 你背叛虎哥, 你绝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虎哥绝对不会放过你, 大鼻子憋得脸色通红地说道, 哼, 大鼻子, 别跟我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 我背叛虎哥, 难道你就没有背叛虎哥吗, 刀疤看着大鼻子冷笑道, 没有, 是吗, 呵呵, 希望你真的没有, 刀疤不禁冷笑一声, 刀疤, 把他放了吧, 夜龙坐在沙发上涂了口烟雾, 挥手说道, 放了他, 刀疤皱了皱眉头, 看着夜龙疑惑地问道, 嗯, 不错, 放了他, 夜龙点了点头说道, 可是, 没事, 我自有分寸, 放了他就行, 夜龙笑了笑说道, 刀疤看了眼大鼻子, 随即就松开了手, 小子, 你走吧, 夜龙看着大鼻子招呼道, 大鼻子狠狠地瞪了眼夜龙, 然后又看了眼大鼻子, 随即说道, 记住了, 虎哥不会放过你们, 大鼻子说完, 然后转身, 就跑了出去, 大鼻子走后, 刀疤上前看了眼夜龙, 有些不解地问道, 干嘛放了他, 现在让他知道, 我们两个已经走在一起, 如果他告诉刘二虎的话, 我就直接完蛋了, 夜龙吐了口烟雾, 抬头看着刀疤笑了笑, 说道, 现在你有了那份视频, 刘二虎凭啥相信大鼻子, 他会相信一个搞他女人的小弟, 还是会相信一个, 为他卖命多年的小弟, 本章完, 第二百三十章, 一干十很轻松,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刀疤听到夜龙这话, 皱了皱眉头, 然后疑惑地说道, 你是说, 现在就要动手, 你说呢, 现在不动手,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夜龙笑了笑说道, 刀疤沉思了一会, 点了点头, 说道, 好, 现在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想要打算怎么办就说吧, 你让我怎样, 我就怎样, 一切听你的, 首先, 现在立刻派人把视频交给刘二虎, 让刘二虎看到这个视频, 另外安排你的人, 随时待命, 恐怕大鼻子的人, 会跟刘二虎的人产生一场厮杀, 夜龙吐了口烟雾说道, 刀疤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办, 夜龙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着, 你在这里等着, 恐怕等会大鼻子会带人过来, 让刘二虎知道, 我们两个在一起, 恐怕会不好吧, 刀疤看着夜龙说道, 嘿, 没事, 哥有分寸, 去吧,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刀疤看了眼夜龙, 随即就出了办公室, 龙妹酒吧, 大壮受到妹姐的安排, 已经在酒吧门口, 同保安加强了巡逻, 防止突然有人来闹事, 大壮哥, 不好了, 敌厅里面有人打起来了, 大壮同几个保安正在巡逻呢, 一个服务员赶紧跑过来会报道, 走, 过去瞧瞧, 大壮招呼了几个保安, 然后一起就走进了酒吧的一楼敌厅, 在敌厅台子中央, 有两帮人, 每帮人大约有四五个, 两帮人气势很凶的在对峙, MD, 你眼瞎了是吧, 老子这一双鞋好几千, 你能踩得起吗, 其中一个青年, 指着对面的一个青年说道, 而对面那个青年, 也是语气嚣张的说道, 不就是一双破鞋吗, 跟老子积歪个毛线,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弄死我,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试试啊, 试试就试试, 老子怕你啊, 两帮人的气势都很凶, 一副要开战的架势, 而大壮带着几个保安, 立刻就跑了过去, 跑过去后, 大壮和几个保安站在两帮人的中间, 两位, 俺是这里的保安, 你们不能在这里打架, 大壮站在中间对两帮的人说道, 你是保安, 保安算个毛线, 赶紧让开, 不让开, 连你都打, 青年气势汹汹地拿着一个啤酒瓶子说道, 这里的安全是俺负责, 所以你们真的不能在这里打架, 大壮继续劝解道, MB, 你算啥玩意啊, 你算个屁啊, 老子乐意在这里打架, 就在这里打, 管你毛事, 青年不爽地推了一把大壮说道, 如果你们愿意打, 我不懒着你们, 但麻烦你们出去打, 这个时候, 一个温柔但不失霸气的女生, 从后面传了过来, 这个柔美不失霸气的声音, 不是别人, 正是妹姐, 妹姐走过来后, 看了眼两帮的青年, 冰冷地说道, 这是我的场子, 不要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原本两个对峙的青年, 听到妹姐这话, 不由地互相笑了笑, 这还哪像是有矛盾的两个人, 明显的, 刚刚是在演戏, 哼哼, 妞, 长得挺不错嘛, 有没有兴趣陪老子玩玩, 以后这场子, 老子给你罩着, 青年看着妹姐细血地说道, 妹姐看着这个黄毛青年, 冰冷地说道, 希望你说话注意点, 或从口出, 哟哼, 这妞还跟哥拽起来了, 黄毛青年脸上依旧带着不屑, 随即对妹姐说道, 妞, 够辣的吗, 让哥玩你一下, 不知道味道是不是同样的辣, 啪, 黄毛青年刚说完这话, 黄毛青年就重重地挨上一个耳光, 而这个黄毛青年, 直接被这耳光给抽倒在地, 当然, 这个抽耳光的不是妹姐抽的, 妹姐想动手, 但还没来地级动手呢, 而这个耳光正是站在两帮青年中间的大壮, 这个耳光下去, 妹姐都有些惊讶地看着大壮, 显然很意外, 大壮竟然这么干脆生猛, 大壮看着妹姐, 挠了挠头说道, 妹姐, 俺大哥说了, 只要是坏人, 那就狠狠地抽, 不用手软, 嗯, 不错大壮, 就应该这样, 妹姐倒是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果不是大壮动手, 那么妹姐也早就自己动手了, 被大壮一个耳光扇倒在地上的青年, 直接吐了一口血水, 血水当中夹杂着两颗血红的牙齿, 大壮这耳光的力道也够生猛, 直接把青年的牙齿给打掉了, MB竟然敢动手, 兄弟们, 教训他, 原本跟这个黄毛青年对峙的另外一个青年怒吼一声, 然后两帮的人直接合成一帮朝大壮打去, 这已经没有必要再演戏了, 很明显, 两帮人就是一帮人, 故意来找事情, 大壮站在两帮青年的中间, 直接被他们围攻而来, 但是大壮一点畏惧之色都没有, 只见大壮揉了揉自己的拳头, 然后直接是一拳头照着冲上来的一个青年打了上去, 这个青年哀悠惨叫一声, 直接被一拳头给撂倒在地上, 凭大壮这拳头的力道, 只要被打倒在地上, 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很快, 乌拉拉的一帮青年就将大壮围了起来, 但是大壮的生猛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大壮看似笨重的拳头, 但是拳拳倒肉, 很快, 几个青年承受不住大壮的拳头而栽倒在地上, 抱住他, 不要让他有机会还手, 黄毛青年命令道, 很快, 一帮青年就使用了人海战术, 乌拉拉的一帮人立刻就像吸铁石一样抱住了大壮, 紧紧地跟大壮贴在了一起, 大壮被几个青年紧紧地抱着, 只见大壮闷哼一声, 猛地一个伸张, 几个抱在大壮身上的青年直接被弹倒在地上, 十几个青年没有酒吧里面的保安出手, 凭借大壮自己一人就将他们全都搞定, 压根就没有给他们反手的机会, 大壮的表现让妹姐很满意, 没想到夜龙这骚包的确找了一个猛人来看场子, 这样的猛人可比十几个保安管用多了, 妹姐, 不好了, 停车场突然冒出来一帮拿着铁棍的混混, 正往酒吧里面冲了, 一个保安着急地跑过来后汇报道, 妹姐皱了皱眉头, 赶紧说道, 赶紧拦住他们, 不能让他们跑进酒吧, 不然酒吧肯定会被砸, 本章完,